大家好,我是小妈 昨天晚上卤好的牛肉 今天早上就用来做那个牛肉汤粉 这是两斤左右的牛腱子肉 昨天晚上大概是发完视频9点半左右来卤的 就先给它焯一下水,加一点葱姜 煮出浮沫,记得要撇干净 再给它捞出来备用 这边的香料,我用的是之前卤肉料包 直接给它拆出来,倒到锅里面 加一点干辣椒 用小火,炒上两分钟左右 给它炒出香味 再倒上食用油 一勺的甜面酱 一勺黄豆酱 记得全程都是开最小火去给它炒的 就像这样子,卸开了以后 你就来调一点这个酱油 一点生抽 老抽,给它混合在一起 我后面倒了一点广东米酒 倒进去,再加上一点姜葱 这样就搞定了 这个方法蛮适合在家里面做的 炒出来的酱香更加的浓郁 而且那个油里面全部都吸收了那个香料的那个味道 你就先放到开水锅里面煮上20分钟 试一下咸淡 不够了你就加点盐 像这样子 然后你觉得味道可以了 你就放那个牛肉进去 里面的卤汤是开的 所以直接把火调成中小火 慢卤一个小时 卤好了把那个葱先给它捞出来 不然过夜它就容易发酸 关火直接放到汤里面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是7点钟起来的 因为做这个很快 只要烧一锅开水烫一下粉就可以了 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它的状态 煮了一个晚上 不管是从颜色还是味道上都会比刚刚煮出来更加的浓郁一点 而且当然切出来不会散开 味道也是很香的 谈不上有多好吃 它就是卤牛肉的那种味道 我蛮熟悉的 因为我经常自己做 然后我今天早上配的是这一种手工的米粉 就是这种鲜米粉 要自己去给它切 我切的是这种大片一点的 他们挺喜欢的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不过要给它扳开 不然煮的时候就粘在一起了 汤底的话呢 是昨天剩下来一点大蒜叶 放一点盐 一点点味精提个味道 然后卤汤里面把那个料渣给它捞出来 辣椒我又丢回去了 我想要摆盘好看一点 用卤汤冲开一下碗料 就表面里再捞一点这种卤油 就吃起来更香 昨天晚上耗了一点时间 今天早上就挺轻松的 大概基本上就是你煮一锅水 烫一下粉就可以搞定了 像这样子 米粉不用烫太久啊 烫软了就可以捞出来 再烫一点生菜或者是菜心 我后面是剥了一个那个糖心蛋 是那种现成的 不是自己煮的 白上切好的卤牛肉 我们今天的牛肉粉就做好了 这个菜单是前两天 有挺多朋友发在那些评论期的早餐 今天就出现在我的餐桌上了 以后大家都可以多发一发 我们都是云吃早餐的 然后配上一些小菜 我今天的早餐就先开始了 感谢大家 我们晚安再见 拜拜